像你會長大腸息肉 表示你的生活的習慣 飲食的習慣 一定是讓你的大腸的黏膜過勞 出了很大的狀況 什麼狀況 我們的大腸會長息肉 簡單說就是你的細胞的那些 DNA的基因有累積很多突變 從你正常的大腸黏膜 到會長息肉要累積 15 20個突變才會產生大腸息肉 那就像一個門檻 你一旦跨過這個門檻 就表示你的體脂 已經是會 那個體脂是回不去的 回不去的 回不去 所以你是已經切除了 現在把你的細胞拿掉對不對 並不是結案 你以後還會再長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今天7月3分美女好辣醫師團 3C產品會當機 當心你的身體也當機 今天的好辣醫師團 就要來告訴你 如何解決身體卡卡的各種症狀 三位藝人又有過哪些特殊經驗呢 星座大師每到年中的時候 或年初的時候 就會一言什麼什麼的 星座大師最怕遇到的是水星逆行 會造成什麼原因呢 造成3C用品大當機 醫師也怕遇到病患身體當機 讓疾病早上升 該怎麼擺出身體當機呢 讓醫師來教你 重新啟動你的身體 壓力大好過勞 我的大腦當機了 你們應該有這種經驗嗎 有 傷心記憶力衰退 假性失智 其實每個人都有這種突然 你在做一個事情 做到一半突然 我要做什麼 我剛剛要接什麼 突然如果我講不下去的話 待會就NG掉 重新再來一次 這個還好 可是有些時候 有些人來到門診就說 我常常做事情做到一半 忘了 有些人是什麼 就是短暫的 幾分鐘 我剛剛做什麼忘了 有時候更誇張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部電影 就有女主角在這邊切菜 切切切切 那一半 三秒定格 繼續切 旁邊看說 你剛剛 那應該是玩假的運動吧 沒有三木頭 對 這種 其實我們在醫學上面講的 就是一種 其實是有種 那是比較 腦部是有一些病變 才會造成的 當然另外一種 比如說他回來 剛剛我去哪裡看你 我剛剛前面一段 半個小時 或者一兩個小時 或者半天時間 做了什麼事情 全部忘記 並不是說怕被老婆知道 其實真的是忘了 我們講TGA 就是暫時性的 整個大腦的一個失憶症 很多時候是跟 腦部一些靜脈回流 等等那些是有相關 當然 這是比較嚴重 特別它有一些危險因子的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前一陣子 看到一個四十幾歲的 中階主管 壓力很大 業績不好 景氣不太好 他說最近常常就是 跟老闆開會 成會的時候講一講 出去老闆交來的事情 是啊 有時候他說 我看到電腦看看 看到一半 點錯了 很多空白件出來 說我剛剛做什麼 我真的忘了 恍生了 散步時會心悸 回到家 就睡也睡不著 有時候覺得喘不過氣來 跟客戶報價會報錯 就被罵等等那些 他來到門診 所以醫生 我是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是不是有失智症等等那些 他講完之後 其實我們做了一些 其實是做了一些量表 發現其實他不是真正的失智症 其實他記憶力還超好的 他是我們講的屬於一個 假性的失智 有可能就是 記憶力等等那些造成的 甚至於說他到 40幾歲或50歲了 我們也講說 男性更年期左右 其實也差不多 所以我們幫他檢查一些 荷爾蒙 發現他荷爾蒙 確實是比較差了一些 我們就補充一些 像荷爾蒙等等那一些 其實很多的醫學研究 都告訴我們說 壓力其實會造成 我們的一個肌力真的會變差等等那些 甚至有時候壓力造成你的海馬回 會真的是變得比較薄比較小 怎麼辦 其實最好方法 那時候我跟他講說 你壓力從哪裡來 你就去解決那個壓力 最好你的業績達到 你可能就壓力完全不見了 可是這個不是常有的事情 另外的方法 如果你不想要吃藥物來講的話 運動是最好的方法 運動可以讓你的一個身心調節 荷爾蒙的調節 在以前的研究 有發現說 你每週跑個一次到兩次半個小時的跑步 其實會增加你海馬回的體積 這樣子你的肌力等等那些 都可以保持住 我們就是有遇到一個個案 他是先生來復健 然後就問說 我的太太好像有點奇怪 請我們幫忙判斷一下 需不需要就醫 那其實他們是大概40多歲 一起創業的 然後他就覺得 他的太太特別的愛工作 那就是漸漸的 case越接越多 他們公司也越來越大 然後他太太就是六日漸漸也都不休息 然後一天都只吃一餐 睡的話大概兩三個小時就睡 就睡飽了 他就想我要工作 他就覺得真的是很工作狂 這樣好像不是很好 但是漸漸的就是他的 記憶力越來越差 常常在跟同事們開會 他大概三到五分鐘就會reset一次 就是說剛才是怎麼樣了嗎 然後又推翻別人的提案 所以同事們都非常困擾 但是讓同事最困擾的就是 他說要加薪都沒有加 這是重點 整個公司 民怨非常的高昂 然後可是呢 他先生就是有在幫忙 調整這件事情 可是他們的家庭生活就比較不好 常常吵架 因為就是女生情緒很不好 就問我們需不需要這個幫忙 然後我們就說其實是需要去給嘉義科 或是身心科檢查一下看是不是有狀況 可是他就是一直拖 有一次啊 他跟客戶開了一個大會議 結果完全他是語無倫視的狀態 結果他先生想說完蛋了 會不會是真的什麼發作 然後就上網查 覺得好像是失智 不然就是更年期還是什麼 很緊張的去看 後來去看了醫生做檢查之後 發現他腦波裡面Beta波蠻高的 所以以至於他一直處在一個很躁動 沒有辦法專心的狀態 對 所以在這邊啊 其實我們啊有一個表格 可以讓大家來檢查一下 自己是不是大腦有點疲勞 衛福部啊 國民健康署網站上面都有這樣的表格 我們就把它濃縮成八項 我們一一來看一下喔 如果睡眠的話 睡不好 常常失眠 這應該蠻多人得分的 對 再來就是健忘 然後注意力很難集中 我不知道別人 我是這樣 然後還有就是 你會常常覺得很累 下班後啊 都沒有力氣做其他的事情 然後假日就只想要睡到飽 那我家後面啊 我們都很難睡怎麼可能睡 那最後身體的話 就會出現很多疼痛啊 像腰痠背痛啊 或是頭痛 這個還好 對 如果說這些以上啊 大概有兩到三項的話 可能你有一些輕微的壓力 大腦是有點累的 那如果是四到五項的話 就代表可能要找一點好朋友啊 然後去做一點紓壓的事情 那如果說這裡全滿 那我們就是建議去上那個網站 再精細的填一次那個表格 因為有可能會需要專業人士的介入 像我之前有一個三十幾歲的女性 然後三班族來看診 然後她就覺得她最近好長斷線 然後腦袋常常當機 那怎麼辦呢 就是她會怎麼樣 她就是會開會看到一半 那可能主管就說 欸這邊你發表一下意見 然後她就會整個呈現一個 就是當機的狀態講不出來 這其實就影響到她的工作表現 然後她說她最近也很常出現一個困擾 就是譬如說大家在那群組裡面悔 她就會突然當機 然後就是想到什麼就悔什麼 但就悔錯人了 可能就回到有老闆的那個局 對啊很慘 所以她就來看 她也是想要知道說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那後來呢 才一詢問才發現說 其實她是整個 其實除了壓力之外 再來就是吃東西都沒有好好吃 然後吃到一些傷腦的食物 像她就是一天要喝一杯咖啡 那其實咖啡這種東西 你吃兩個都OK 那你這樣子其實是在飲鎮止渴 其實你累的時候 你就是小睡一下 其實比你喝咖啡來的有用 咖啡這個東西 一兩杯是會提升沒錯 但是你長期的長期喝之後 其實研究發現說 過量的咖啡 會造成我們腦部的那個 血液循環變差 然後血流量變少 那另外還有幾個就是 傷腦的食物 這邊可以跟觀眾朋友分享 第一個就是 有防腐劑的加工食品 這個很多喔 這個其實我們在看那個食品 標示的時候 仔細看大概都有防腐劑 再來就是一些 大概這些東西就是 比較傷腦的食物 所以那時候建議她說 其實你可以多吃一些 因為它是屬於抗性澱粉 其實這邊有一個迷思想 跟觀眾朋友講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我的用腦的時候是用葡萄糖 所以她吃很多糖的東西 她覺得可以提升 但其實不對 你要吃一些抗性澱粉的食物 會比這些精緻的糖類來得好 那另外像一些 抗性澱粉 地瓜就是 地瓜就是 對 香蕉也有 馬鈴薯如果清蒸 馬鈴薯也是 所以早上當早餐吃了 它全世界主食最多 是馬鈴薯 吃最多的 跟大家補充一下 像剛剛燕姿說 這個咖啡不能喝多 但是咖啡也不是 真的很壞的東西 像咖啡在我們肝膽科 被認為是有 所以我們肝膽科 有一些研究認為 大概你一天喝一到兩杯咖啡 實際上可以 預防肝腫瘤的產生 然後像對西型肝炎的患者 也可以達到改善肝功能 所以說 這咖啡這個東西很妙 就是說 它不要喝多 但是假如你適量 它反而對身體也是 有滿好的好處 你過來看他拍一支廣告 咖啡糖 對肝膽腫瘤非常好 對 所以這樣代言 真的 現在有人來找我代言一下 要注意我們剛剛講那個 像葡萄糖 澱粉這種東西 其實 就告訴我們一件事 其實我們身體裡面 那個血糖的代謝平衡是很重要 我們剛剛前面講很多壓力 會引起血糖代謝的異常 那其實我以前在住院醫師 有遇到一個很有趣的案例 它就是一個電話的一個總機 那它已經被連續被三四家 電話總機公司就fire掉這樣子 因為它常常在上班的時候 就會失去意識 然後人就斷片 然後後來就整個人就趴在桌上睡 這樣子 每天就是早上八九點 一大早就睡在那個電話總機桌 而且重點是 然後老闆叫他也叫不行 所以最後就被老闆fire掉這樣子 那這樣連續三四次都工作都丟掉 這爸媽就覺得 你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這個人怎麼會這樣子 就再去看神經內科 結果神經內科說 你沒事啊你好好的 沒怎麼樣 然後就到處求醫 到處求醫 後來找到一個我的老師 然後那個老師很有經驗 一看就問一問以後 就發現你這個可能是血糖有問題 你就叫他住院 結果我們給他做檢查 最後發現他其實是生病 他在他的胰臟裡面長了一顆 一公分的小腫瘤 那個腫瘤是良性的 那個叫內分泌瘤 那他會分泌很多的胰島素 所以胰島素太高 身體血糖會低嘛 那剛剛彥姿有提到我們大腦 主要的養分是葡萄糖 你當你葡萄糖不夠 你腦子就會沒有養分 他就會當機 一直想睡 他就會一直很想睡 就會當機 我們甚至有時候在急診室 遇到一些病人說 都一邊不會動 有時候測一測血糖很低 給他打葡萄糖 他的這個麻痺的狀況就會恢復 就是血糖是還好沒有這個問題 我覺得睡眠對我來說是比較嚴重 因為我有一陣子在客串那個發點檔嘛 然後巴林檔那個時間都不固定 有時候是三點出班 然後九點下班 早上九點下班 但通告十二點 那整個中間睡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我們的那個牌子 都是到現場化妝的時候才拿到 熱騰騰的 熱騰騰的 而且是一大串的那種要背起來 然後一背完之後對完戲 就要馬上就要開始 然後我記得我那時候 跟樓欣彤在對戲嘛 然後本來對得好好的 然後五 四 三 二 就忘了 我要講什麼 然後就常常會這樣突然空掉 其實是在五秒鐘前 才剛順完詞而已 然後忘掉你知道 導演就是你知道 那個巴林檔壓力又很大 導演常常就會 然後我被接受到他熱情的回復完之後 我又更緊張你知道嗎 壓力更大 對 壓力更大 然後就講完之後他嘴還會這樣 鏡頭還會這樣抖 然後導演就說 你嘴角不要抖啊 我 就會自然而然這樣子 然後就會開始忘東忘西 因為那時候我還在搬家嘛 然後那時候會找木工來看 家裡面看 天啊 然後還要油漆 然後還要什麼 旅窗要修理 然後老婆要送 就是送去我岳母那邊 小孩也要送去 然後還要想說 等一下教課的那個張總跟盧副總 就是最近的狀況怎樣 因為我們客製化嘛 我也知道說 張總最近比較忙 不能讓他太累 盧副總昨天去開會到幾點這樣 然後我腦袋就一直想一直想 我就開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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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難 本來要南下我就走到北上 結果為什麼 奇怪 怎麼會 看不到重慶北路 怎麼看到石定基隆 完了 然後下交流道又回來又轉 繼續開車 那開車的過程 那個腦袋是一直轉沒有停 結果回到他進門 我說奇怪 我老婆小時候不在家 我打電話就開始罵 我說媽媽妳去哪裡 為什麼帶小孩自己出去 都沒有跟我講 妳不是說要來接我們 對齁 對不起但妳在哪裡啊 然後問他 我還問他在哪裡 其實就在我岳母家 然後我還繞回去接他 接他完之後進到家門 我就進家門 真的很像忘憂谷 你知道嗎 門一打開之後 然後我停住 然後我說 我要幹嘛 然後我就問我老婆說 我要幹嘛 然後她說 妳剛剛不是說妳想尿尿嗎 對…我要尿尿 結果她維持一個月的時間 都在斷片 壓力大造成妳日夜顛倒睡眠時間 跟正常人不一樣 久而久之妳的自律神經功能 就開始失調 還好 失調之後妳的血壓心跳那些 妳就覺得 就完全都不對勁 甚至於說 我們之前碰過案例 有人就是這樣熬夜工作 大夜班錢多 他就覺得 平常本來上白班的時候 血壓這些檢查都沒事的 上了半年大夜班的時候 血壓開始變高 血跡什麼都出來了 尤其他不是過去長拍八點檔 對 他的運動生活規律算健康 突然一亂 對 可能會更明顯 沒錯 你不是適應長期性是這樣 因為我的案例就是這樣 他就是在高中的時候 他捲入一個三角戀情 他算是變成了小三 那時候他又正好正逢要考大學的學測 那時候壓力非常的大 然後他那時候在考試 考到一半的時候 他又想到自己被同學指責 然後被罵 考到一半的時候 又不會寫的樣子 就大叫了一聲 然後突然就暈倒 然後全班人都看著他覺得 怎麼暈倒這樣趕快送急診 結果他一醒過來 就突然失憶了 什麼都不記得 因為他爸媽過來的時候 他都不知道他爸媽是誰這樣 這感覺是偶像劇 才會忘記 他很開心 對 但真的就完全忘記了 那之後 我發現他其實 相關的日常生活的東西 都還記得 就只是關於人事相關的東西 都忘記 就人都忘記了這樣 他整整花了差不多半年 甚至到一年的時間 才完全恢復他的記憶 但是他在恢復記憶之後 也開始產生一些憂鬱症 精神病症的問題 那他那時候精神科醫師跟他講說 他是暫時性的事 要他用藥物來控制 這樣他也是花了很多時間 才恢復起來這樣 在醫學上面就會解離 就是他一個重大的刺激之後 他有忘記 然後我們之前有遇到一個 就是他自己忘記 就是他其實是台北人 但他出現彰化的火車站 他自己完全不知道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所以就看你的門診 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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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雖然送來我們醫院 然後他送來我們醫院之後 你問他什麼 他真的都不記得 然後後來才知道原來他是因為 就是好像也是跟家裡面有一些 就是遭逢巨變 然後他也是突然這種失憶 然後就自己坐車亂坐車 然後就到了彰化 他應該是看到醫師好 他就坐車就學到裡面 對 南邊有貴的 對 其實像大腦的過勞 除了壓力之外 還有缺乏一些營養素也有可能 再來就是像張醫師提到的缺血糖 但是還有一個就是缺氧 其實在我們緊張的時候 我們人的姿勢會縮起來 然後就容易這樣駝背 然後下巴會往前 所以在這個時候 會出現像圓肩的姿勢 其實就會壓迫到我們的胸 就是讓胸小肌沒有辦法放鬆 那胸小肌就會壓到一些血管 讓我們沒有辦法頭腦很好的 有充癢的感覺 或血液循環不佳 所以要建議大家要多放鬆這個胸小肌 那胸小肌的放鬆方法呢 就是我們把手背在頭後方 想像我們的胸口有一個探照燈 往斜上方45度再照 所以往上照 對 這個時候我們胸小肌就放鬆了 所以你在這裡 這個時候深呼吸 是對我們吸氧 這整個是非常好 那再搭配一個叫做 478呼吸法 就是用鼻吸口吐 4秒吸 然後臂氣7秒 再用口吐8秒 然後我們的舌頭頂在 上排牙齒的後方 可以試試看喔 然後憋住7秒 之後用口慢慢吐8秒 對 所以如果當你啊 就是覺得現在非常的緊張 開始斷線啊 然後頭昏腦脹的時候 可以使用這個方法 讓我們可以快速的減壓 黃哥你還好嗎 嚴當機的 對啊 坐到一半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我在幹嘛 在哪裡 來 一個木動不了 我的身體當機的 小心慢性肌腱炎喔 我的肌筋膜炎發作 介紹一下肌腱炎跟這個肌膜炎 那如果像肌腱炎的話 其實有分 極性的話就是我們運動受傷 或是一個外力突然造成的 那慢性的話呢 比較像是重複使用 我們在用力的地方 會造成肌腱炎 那如果說是 筋膜炎的話 因為筋膜就是很大片嘛 然後它可以一直延展 那它痛的地方呢 未必是發炎的地方 可能會有其他的痛點 然後重點是它會有痛點 那就跟我們慢性疲勞很有關係 那也有像姿勢不良啊 或是長期在提重物啊等等 都會造成這個筋膜炎 那肌腱炎的話 常見的像媽媽手啊 還有網手肘都是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這個 肌腱炎的案例 那我們都知道啊 其實從夜市走一圈 可以看到很多 在重複做動作的一些攤販 那我最常看到的就是 鹵水機那個剪刀 真的沒有在停的耶 就是半夜都可以聽到他們 嗲嗲嗲那個 對 然後我每次都覺得經過想說 這應該會是我們的個案 對啊 滷味也是要一直這樣 所以很多人就是網球走啊 不然就是這邊都反覆的 會有肌腱炎 那這個大概30歲的女老闆 她就是工作一年內 就開始有肌腱炎 因為生意非常好 每次我去她都拍很長的那一種 然後她這一年來 只要痛就是吃止痛藥 都沒有去理會她 因為沒有時間 她白天要備料 晚上又一直剪到12點一點 所以幾乎都沒有在休息的 後來呢有一天 她真的就是一個move 就沒辦法剪了 所以就定在那邊 然後就只好手彈 就想說不行 真的要去就醫 結果來就醫 大概治療了三個月 都沒有好了 然後我們就想說 怎麼會這樣 因為她非常乖的一個病人 結果來的時候呢 她就說 因為她還是有在稍微工作 所以都沒有休息 我們說不行 你一定要好好休息 但是因為她生意太好 所以她還是不休息 最後她真的完全沒有辦法工作 所以才請別人去 那不要再剪 改用墮的啊 剪刀這個東西 你用飛罐用手 真的很難練 很靈活嘛 對 所以再怎麼樣 她都只能去換那個工具 但是沒有辦法休息 那個很難耶 我看過 而且是去骨鹹水肌耶 她會閃 她會閃就很 閃那個骨頭 閃那個骨頭 熟成生巧 一般人叫什麼 你自己剪 大概剪半個鐘頭剪 對啊 後來呢 她真的是痛定思痛 好好的休息 但是她復健的這個三個月啊 起色實在很少 後來我們再去追蹤一下 發現她 然後飲食還是不正常 所以造成她這個發炎的反應 一直沒有下降 最後補充了大量的 膠原蛋白跟維生素C之後 在一個月內就可以回去工作 那回去又來啦 又在做這個啊 對 因為她已經知道 她怎麼樣去放鬆它 何時要休息 所以復發的情況就比較少 最近天氣冷 很多人都沒有辦法運動 加上最近很多 中年慶啊 大拍賣 最近就有一個 二十幾歲 三十歲的女生 就是拼業績啦 她是做化妝品的 所以她穿得漂漂亮亮 高跟鞋等等那一些 所以長期下來 其實很容易腰痠背痛啊 姿勢不良啊 等等那一些的影集 可以這樣說 那突然有一天早上起床 天氣很冷 刷個牙突然 哈啾 哈啾完之後 她的腰就伸不直了 推著輪椅坐在門診 然後我就開始按 我說這個痛 這個痛 還好敲一敲 不是什麼尿道感染的一些 照個X旺片 昨天的時候工程發現說 她的椎間牌突出 壓到神經 這個其實 這個只是其中一個案例 其實每年冬天 都有很多這種 以前她有一些問題 自己不知道 突然一個冬天 一打個噴嚏 就這個樣子 甚至於說 有些人是什麼 就是很高興的 玩遊戲啊 笑啊等等那些 或者是唱歌 唱得很高興 突然 倒下來 真的碰到好幾個 就是送到急診 這樣子我們講奧卡 就是到院前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後來發現說原來 腦部一照個電腦斷層 其實裡面都是血 還有可能就是之前 曾經有什麼血管流 自己完全都不知道 突然一個很亢奮啊 或者天氣很冷 一個太過度的興奮 血壓突然飆高 那血管流就破掉 突然送到到院前 很多都是到院前死亡的 一些案例 像我之前就是 外景節目的時候摔傷 然後那時候是 尾椎裂開 骨折 然後有一段時間 都是要戴著護腰 然後那時候脖子也有扭到 但是醫生也沒辦法幫我 因為是尾椎 他也不能幫我上骨釘或什麼 他說就是讓我慢慢的好 然後可能要去看什麼 復健科之類 那我就也想說 就擺著 然後我還是繼續工作 還是外景 我還是露營什麼的 就有一次就是 突然間 彈床上眼睛睜開 我動不了耶 好像癱瘓一樣喔 我就是 整個就是動不了 然後我就 花了很大的力氣 就是用手撐起來 那時候眼淚就流下 覺得天啊 我是殘廢了 然後後來再趕快去看 那個復健科 物理治療科 跟就是中醫慢慢的治療 最後到底有沒有看好啊 就是現在還是有一點舊傷 就是天氣變化變冷的時候 哇 就是很痠 之後就開始漸崩 對 那妳為什麼歪型這樣做姿啊 就是想說因為怕妳 脖子 脊椎不好啊 脊椎真的不好 妳歪型這樣怎麼會好 是行的了 妳以後就穿 長褲來沒關係 不要 女生蠻可憐會上節目 穿短褲又要這樣 姿勢不正確 對啊 妳脊椎都會有傷 還要這樣做不是更長 對不對 我之前遇過一個就是跟妳有一點像的個案 她也是晚上就是一個四十幾歲的 年輕的女性沒有很老 然後她就說她晚上本來起床 然後上廁所 然後就彎身起來的時候突然覺得 腰好痛 然後突然完全不能動 她就趕快把家人推行說 欸怎麼辦 家人要不要去打針還是怎麼樣 於是她就帶來急診 帶來急診的時候想說腰痛 因為其實有時候急性腰痛是跟那種類似像 泌尿道結石 也是有一點關聯性 所以想要先掃個超廉波 確定一下真的不是泌尿道的問題 結果一邊掃就覺得 奇怪那病人感覺好像什麼練家資 結果後面那個肌肉按起來好硬 跟我這種平常比較少運動的人 軟軟的完全不一樣 那我就問她說 阿姨妳平常有是在做什麼訓練喔 她說沒有啊 我說可是妳那個肌肉很硬 線條這樣子壓還就是壓得出吧 而且就很像石頭這樣 她就說妳不要壓這樣壓會痛 那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她本身是一個在餐廳工作的人 然後她的工作是洗碗跟洗菜 所以她就是長時期要坐在地上 然後就是彎腰 就一直維持這個姿勢在工作 對那其實她以前就曾經有那種慢性的 就是背痛 腰痛 可是因為工作太忙 她也沒有時間去看復健殼 有時候發作就自己貼個貼布 不然就遲遲咬 那沒想到就是這一次是 因為突然動作太大 就慢性筋膜炎 然後造成就是整個人完全不能動這樣 像我自己是都會去那個工廠裡面 就是做那個臨場的服務 然後就是其實像那種阿姨啊 作業員啊 那個腰酸被痛的情形是非常嚴重的 然後像我之前有一個患者 她也是大概四十幾歲的姊姊這樣子 然後她來看的時候她也是說 她的右牙都好痛這樣子 然後因為她其實主要是會來家看看腰痛 大部分都是害怕自己腰子壞掉啊 然後我們就幫她檢查一下 她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後來疑問之下才發現說 她其實從二三十歲開始工作之後 因為她就是作業員嘛 然後其實那種作業員就是跟鹹水機差不多的概念 就是她都要這樣子 就是那個整個的姿勢長期下來 可能一天八小時都是這個姿勢 重複一個動作 對 重複一個動作 他們好像做電池的 所以那個非常的小 所以她一定要這樣子看 對 然後長期下來 那個腰都就是不正常的姿勢 然後她每次就是有時候 她就有一條筋特別容易發炎 像這種慢性的筋膜炎 通常就是你那條筋常常發炎的話 你每次就是比較會中那條筋 因為它就是你比較弱的那個點這樣 那她呢 她就說她嚴重到有一次是 可能後面的同事拍她這樣子 她只是轉過去要跟她講話 就轉這一邊之後 整個閃到不能走 然後她說她真的痛到不能走 然後那時候還就是叫救護車 然後送到醫院去 就是打一些肌肉鬆弛計較 那我就跟她說 她就問我說怎麼辦 我就說 如果你不要吃止痛藥 然後不想要長期吃藥的話 你就是要練你的核心基礎 這個黃老師很常教大家 可是啊 就這種阿姨她通常都不想要運動 她不想要運動 然後她就說我工作就忙死了 沒有時間運動 我就說好吧 那對付你這樣的 就是不喜歡運動 教你一個方法 我說你每天早上 就跪著吃早餐 對 然後她就說為什麼 然後我就說 我說其實最近有一個姿勢 其實很好 就是你每天早上起來 你每天也不一定要早餐 就是反正就每天 有十分鐘的時間抽出來 你跪著 然後屁股坐在你的那個腳 腳尖上 對 腳尖上 然後你整個腰背挺直 你這樣子就是挺個十分鐘 其實你就很累了 然後你就訓練 你的那個核心的肌群 那每天做 重點我剛剛說 你要每天做 那每天會做的事情 就是吃早餐 所以她真的後來就聽話 她就每天就是 做好早餐 她就這樣子吃 就這個姿勢吃這樣子 然後她就覺得她有改善 後來她就說 有的不一定跪得下去了 肩太緊還跪不下去 對 其實不只是剛剛那種 像勞工需要長時間 擺在某個姿勢 彎腰彎太久 會導致你單邊的腰會不舒服 那通常這種腰不舒服 這種筋膜羊 有時候是因為 你可能有一點點 最近蠻突出 壓迫到這邊的神經 導致這周圍的肌肉 整個都僵硬起來 所以才那麼疼痛 那其實不只是這種 長時間的 還有人是那種 看電影啊 那種選位置可能 就買不到中間的位置 就買旁邊的位置 所以你在看電影的時候 就這樣轉那麼一邊 那一面要特別大的話 你就轉得更過去 那很多人這樣子 看了兩個小時下來之後 脖子有點 對 我當然想不懂 電影要設計這種正牌 你根本是電腦牌 對 那這樣看很久之後 脖子一定會有點 類似落枕的感覺 然後一出來就 每個人就是抓著脖子 還在吃爆米嗎 那其實這樣的問題 就類似像是剛剛那種 長時間姿勢不良之後 我們所導致這邊的肌肉發炎 那我們脊椎的原則上 就是要保持我們的脊椎是直的 它就不會受傷 那當你轉某一邊太久 或是要倒下某一邊 像是夾電話 這樣某一邊太久 會導致它容易受傷 像今天有一個患者 他在去年的時候 他為了要跨年 有一段時間放假 他就追韓劇 他連續這樣追了三天 那這三天 他除了上廁所尿尿 然後吃飯之外 他就躺在沙發上 然後不是沙發上有扶手 可以這樣靠著嗎 他這樣頭歪歪的靠在那邊 然後這樣靠了三天 結果他覺得這樣看完 終於把全部鋸追完 要去上班的時候 發現他手整隻麻了起來 那這個麻起來的症狀 他就覺得 該可能一下就好 這樣拖了一兩個月 兩三個月之後 他還是在麻著 然後他去找醫生 照了MRI 發現他其實是 追滿毒素壓迫到神經 壓得太嚴重了 他可能是需要開刀的 那其實就是因為他太長時間了 三天都不間斷地 是這樣子頭歪了一邊 那因為我們裡面的那個軟骨 它是有點像是水分跟水球一樣 他會因為一邊的單邊壓力太大之後 幾下那個壓力小的地方 那就會導致他追滿跑掉 另外一個很多人就是說 除了手麻之外 有些人他有高荒痛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的背部會痛 像肩胛骨面色這邊 有…舉手 很多有這樣的問題 那很多人想說 是不是背卡住了 或是背怪怪的 其實不一定 很多人的高荒痛的問題 都是因為脖子這邊傳下來的 因為我們脖子這邊的神經 它要是被壓迫到的時候 它會傳下來 第一個是在脖子這邊痛 再來第二個是到肩胛骨這邊痛 第三個就是肩膀 再來第四個第五個就是手這邊的問題 所以很多人這種傳導痛的問題 就背部傳導痛 其實是脖子造成的 那如果你有這樣的問題的話 你可以試個這個簡單的運動 就像我這樣子 如果說你平常的時候會有高荒痛 就是肩胛骨內側這邊疼痛的問題的時候 如果你是痛到右邊 你就用你的左手去反手勾在你的脊椎骨這邊 最突的這個點上面 那這個突點之後呢 我們做一個反手往左邊這樣勾過來的動作 並且帶一個頭往右邊轉的動作 那這樣在做的時候 如果你是真的做對 而且你有肩胛骨疼痛的問題的話 你會覺得邊做 這裡就有一點酸酸的感覺 那要是說你做對了 那這個活動就是要讓你這邊的骨頭 稍微就把它活動開來 它才不會卡住 讓你覺得有不舒服感 很多人都覺得脖子很緊張 就開一下 開一下這種動作 那其實這個快速的動作 容易導致裡面的神經 突然被摩擦到發炎 那應該怎麼做 早上起來要 那如果說我們平常 比較好的做法是做一個 像手下巴的運動 就是這樣 就是像印度舞有沒有 我們眼睛看前面 然後做一個點頭 下巴往後平衣 對 會覺得後面這裡緊緊的 有點緊的 有點緊的感覺 那有點緊的感覺 其實代表說你的脖子有問題 就是有點狀況了 它才會那麼問題 那你不用做那麼快 做一秒就好了 不是代表印度舞 是說一秒停放鬆 一秒放鬆 那這樣的運動會比你這樣 再亂轉還要安全多 而且比較有效 你看到雞喔 雞你把他抓起來 你怎麼搖喔 他頭都這樣 你身體怎麼搖 他頭都這樣 可是你放下去 他身體都不動 雞會這樣 頭會 很奇怪對不對 對 對 一定有他的理論 生命他們很養生 生命他們很養生 你不養生我們怎麼吃他 他一定養生 喂 久坐不動 腸胃大蕩雞 害你的毛病擺出 腸胃蠕動停擺了 傷心便秘害你的毒素 便秘這個問題 幾乎現在現代人都很多 我想大概主要最常見的原因 就是缺乏運動 那其實我們知道 我們的腸胃蠕動 都是交感神經 跟副交感神經 來控制的 假如你缺乏運動的話 你的這些交感神經 副交感神經 系統的活性會下降 久而久之 不只是心跳血壓會有變化 常常就是第一個影響就是腸胃道蠕動會變差 那我們在門診很常見到 就是一些上班族 老人家沒有運動 就會有便秘的問題 而且還跟我們剛剛大家講的 失眠這些東西都有關係 英國有個研究 就找了兩組人 兩組都是護士小姐 有一組護士是只上白班 有一組護士就一天要 一個月要上個七八個夜班 這兩組人他們便秘的比例就有差 上純白班的人便秘的比例只有13% 但是假如有上到夜班的人 他的這個便秘的比例就會上升到24% 就告訴大家說你缺乏運動 睡眠不好 都會影響你的自律神經系統 久而久之會便秘 便秘對身體有什麼不好 最常見最簡單 你皮膚會暗沉 你會長痘痘 對不對 久了有的人會造成很多身體的過敏 因為我們很多毒素都是從腸胃道 食物穿過你的這個腸壁 跑到身體形成過敏原 你會無緣故過敏 現在最新的研究發現 其實跟腦神經特化有關係 現在最夯的理論就是這個 巴金森症症 跟這個便秘實際上是有關係 我們的研究發現 這個長期慢性便秘的患者 假如他後面有得巴金森 在他巴金森發病前10年到20年 在他腸胃道組織給他做個切片 他的腸胃道黏膜裡已經有那個 巴金森腦病變的那種病原體 已經存在他的腸胃道 他會發現說其實便秘有很多很大的問題 我這邊分享一個案例給大家聽 我有一個病人她就是一個 大概三四十歲一個電腦的科技業美女這樣 然後她的工作是每天打電腦10到12個小時 然後都沒有辦法去運動 她來我們這個門診的主宿的時候 我肚子很脹 我一看到她其實看起來瘦瘦小小 長得很清秀 可是肚子好像就是蠻凸的這樣子 後來問她那你怎麼了 她說我十天都沒有大便 十天耶 十天很誇張 趕快超音波給她做一下 真的是 滿肚子都大便 然後小腸大腸大腸裡面都分便 然後小腸全部都食物下不去 難怪她肚子好像青蛙一樣這樣子 後來就給她趕快吃一些軟便藥 然後腸胃乳動她家要去運動 那沒有效 就慢慢看慢慢看 一直吃一直吃 最後她蟹藥軟便藥 她一天要吃到十幾顆 都還是沒有用 到最後我真的是無藥可疑 我就說那你沒辦法 你可能你必須要暫時用一段時間 就是灌腸的方式 要不然用口服藥已經對你來講 已經是完全沒用了 你只好用 不得已只好用這種間歇性的灌腸 先緩解你的症狀 所以到最後有的人甚至會跑去 要去坊間做一些那種 沒有根據的就是大腸水療 那些用清洗的方式 才能把糞便清出來 所以這其實很可怕 所以大家的話要保持好 好的運動習慣 你的睡眠品質會好 不容易失眠 這種便秘的狀況就會改善 我之前遇到一對爸媽 就帶著他們的女兒來看急診 然後女生大概十九歲 剛上大學很漂亮 媽媽就說她小孩 從昨天開始啊 就不管吃什麼都在吐 而且她就一直說 覺得肚子很不舒服 那因為年輕女生嘛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還是會擔心 她可能懷孕這樣子 又是漂亮的女大學生這樣 我會把爸媽請開說 妳有沒有可能懷孕 她說真的沒有 後來就請她簽名 然後去照來時光 結果出來一看 整個肚子都是大便 然後我就問她說 妳到底幾天沒解啊 她說大概 大概六七天一個星期左右吧 然後她就說她其實平常 就有一些那種 會兩三天大一次的狀況 那後來去上了大學之後 因為就是在外地 所以就飲食上更不正常 結果這一次就是大 一個星期沒有大便 然後直到她回家 那時候被爸媽發現說 什麼小孩不管吃什麼都吐 會不會腸胃炎 趕快把她帶來急診做檢查 結果發現是便秘搞得怪這樣 像這種年輕女生很多是因為她的腸胃乳膏很慢 對 腸胃乳膏就慢 那怎麼辦呢 其實我建議他們每天至少要 提早半個小時起來吃早餐 為什麼呢 其實是因為我們一天裡面 那個腸子動最大的那個時候 就是在你吃早餐之後 大概半個小時 如果你錯過了那一次之後 你可能一整天都沒有便秘 對 所以我都會建議他們說 你提早半個小時起床 然後吃了早餐之後 然後那個很大的反射 就是你有便秘的時候 趕快去上廁所 其實像現在有很多人 他喜歡用手機 或是用電腦的時候 會常常駝背這樣子 那這樣駝背久的時候 會導致我們胸椎這邊卡住 那我們的胸椎卡住的時候 我們胸椎有分上下中這樣子 那我們的上胸椎卡住的時候 就會導致我們的胸口這邊胸悶會不舒服 但是如果是中間的話 有時候因為它神經傳導的關係 有時候導致我們的胃痛 或是腸胃的不適 像我之前有一個患者 他是因為長時間的背痛 來找我做治療 我那時候是幫他做一點肌肉放鬆 還有一些關節活動之後 讓他的背痛比較好起來之後 那時候他之後再回來跟我說 其實我那時候去找很多醫生 看我的背痛之外 又去看腸胃科 沒想到這次給你弄一弄之後 就連腸胃好像有點改善了 當然這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這樣用 但是就是說有可能你的問題 如果很長時間的 找不到地方可以處理 有可能是你的 胸椎卡住之後 導致有傳到這邊 胃部有引起 但是如果說你有這樣胃的問題 首先是應該去找腸胃科的醫師 去處理會比較恰當一點 而不是直接去找物理治療師 這算是比較間接的方法 人想要活的長手就要動 生活做起規律 才能讓身體運動的人更健康 祝大家順利擺脫身體檔機 謝謝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今天說的 醫師好辣 醫師好辣 工作壓力大 作息不正常 你是否也常感覺身體疲勞呢 今天醫師好辣要告訴你 生活壞習慣 也會導致內臟器官過勞喔 三位一人 也有這些壞習慣嗎 當身體出現狀況時 身體各種器官防線 就會對你發出警訊 但重點是器官發出警訊時 你有聽懂了嗎 今天大家要了解一下 腎臟過勞超出病 小心肾餘肺炎 慢性的肾衰竭 我知道過勞是會爆肝 那過勞會不會爆肾呢 不會吧 對 這個就不知道了對不對 但是你會發現說 好像真的有一些 就是日夜操勞的人 他的生活人真的就是會比較差 就國外一些研究 真的是顯示是有關聯性的 不過比較有名是 美國之前有一個研究 就是研究退伍軍人 他們退伍軍人一組 就是健康的兩組人 然後一組是有失眠 一組沒有失眠的 就直接追蹤六年 結果發現說 有失眠的這一些老兵 這些老兵 他們發生肾衰竭的風險 是正常的 然後接著日本 日本也是在去年的一個研究 他們研究就是 要輪班的人員 因為輪班的作息比較不正常 可是他們不一定是有失眠的問題 但是就是常常 你要調日夜時差的時候 常常一些生活習慣會受到影響 結果發現 這一些有在輪山班的人員 他們發生肾臟病的風險 是正常人的 就是我們要知道 如果你是一個作息不正常人的話 你的確是處於 比較高的風險之中 那我之前碰過有一個病人 就是二十幾歲 他爸爸媽媽很早就走掉 他是阿嬤帶大的 他是一個很孝順的年輕人 然後他又 後來很早就交一個女朋友 然後沒有小女朋友 後來很快就搬到他們家一起住了 對 這樣子危險吧 對 後來真的是玩出人命了 那玩出人命了 可是這是一個非常 就是負責任的男人 就是女朋友懷孕了沒關係 他就娶她 他就白天有工作 然後晚上也去先差 就是他要養老阿嬤 要負責任的表示 對 然後又要養懷孕的女朋友 因為懷孕的女朋友 也只是一個餐廳的服務生 就很認真這樣子 結果他就這樣子 就女朋友在臨盆 零分前大概兩個月吧 他就是很不舒服 然後全身體力挺近 然後後來就 手腳水腫 後來就有天 他就開始喘起來了 就被送到醫院來 就一發現就是 他就是突然 對他們來說是個晴天霹靂 就是一來怎麼 就已經是尿毒症了 尿毒症當然 那時候在緊急的情況之下 我們先幫他洗身 洗洗的時候 病人的情況穩定了 當然我還在這去找原因 看有沒有辦法去逆轉 他的腎臟病 結果後來他那個腎臟 切片也跟他切出來了 就他已經 他是一個很嚴重的 腎臟的纖維化了 他這腎臟的纖維化 可能原因很多 後來就是 兩顆都這樣嗎 兩顆都這樣子 也不是免疫方面的問題 就是 後來我就問他一些生活習慣 就是 他東西都常常吃那些廚餘 廚餘 他已經把阿嬤吃剩了 自己再吃剩 然後食物還可以冰個好幾天 再去拿出來吃 然後此外就是工作日夜 勞累 筋骨痠痛 自己也會去買一些止痛藥來吃 然後另外 因為家裡這個環境也比較破舊 一些鍋子那些也都生鏽 後我就想說 我再去驗他血液中的一些 重金屬的濃度 的確也都差不多 是正常的五倍 他其實他是個多重因子 造成他腎臟的問題 後來我是幫他排陸續 等待腎臟的名單 可是我想他應該很有希望可以等到 因為年輕又工作 然後他又 還有家庭的重單 不過他現在 他開始洗腎的時候 還是就 又開始很樂觀了 再努力的維持他的家庭 不過他這點現在 真的是超壞的 他就是忽略到自己的身體 好可惜喔 二十幾歲你看看 這麼年輕 為了家庭操勞 現在開始等腎 不過 對啦他在跟時間賽賽跑 當然洗腎的話 你要注意一些飲食方面 感染啊 然後你偷吸的這些 要預防感染 我這邊碰到一個例子 說一個四十幾歲的大姊姊 他就在IC板工廠那邊工作 每天就是坐在那邊 拚命的頭低低的 一直坐一直坐 他就覺得 最近就是做了很久之後 腰痠背痛等等那些 他一來我門診 我想說腰痠背痛很正常 因為長期一天 可能做個八個小時 頭低低一直做 我就還是檢查一下理學檢查 然後從東敲敲西敲敲 敲到他腎臟那一部分的時候 輕輕的碰 他就痛起來 整個跳起來 這個並不是平常那個腰痠背痛 其實比較像是個 然後後來就問他說 你最近有沒有有點發燒 怕冷 他說有耶 一陣一陣的 有些暈一下 他覺得是不是可能是太累了 後來問他 他的工廠 還滿有點血汗的 一個早上整個上去廁所 所以他都不敢喝水 他說一天他就 但上一次可能十分鐘 可以多做好幾個禮件吧 對 沒錯 他說他一天 早上出門一次 早上工作不敢上廁所 中午一次 晚上睡前一次 一天三次廁所 那你乾脆給他 一個人發一個尿 對 你這樣健康一點 而且女生還有生理期 對 生理期 那要不行 那個衛生棉 對啊 那會感染 對啊 他就是因為這個樣子 不敢喝水 弄到說腎於腎炎 而且那時候驗著腎臟指數 真的是不正常的 差了一些一些 還好啦 還沒有到洗腎的狀況 我就跟他講說 你要命還是要工作嗎 對啊 如果真的要命的話 你是不是要調整自己的 那個工作型態 生活習慣 不然的話說這樣 我這次把你弄好了 你下一次 你回去那邊的話 你還是一樣 回到這個 這個循環 所以很多時候就是這樣子 腎臟其實也是一個 很大的訊號 很多時候要算被動 並不是真的是 只有單純的基建的問題 對 那我覺得這個過勞 導致腎臟出問題的狀況 其實不只是說 一般大眾很常見 就連其實醫師自己是 最為健康把關的這個行業 我們自己也不例外 因為像是 其實這個是我自己的一個 隱形的習慣 我自己沒有察覺 就是呢 就有一陣子呢 就是很常一直水腫 就是渾身就是整個 腳會很脹 然後臉會水腫 全身都會水腫得很厲害 然後呢那陣子呢 就經常呢就是 譬如說上廁所 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然後呢到後來呢 有一陣子就是會開始 就好像有點發冷發燒 要打寒症的感覺 然後呢才去驗血 然後還有驗尿 發現因為血液裡面 白血球指數很高 然後而且尿液裡面呢 其實呢都有很 滿嚴重明顯的一些 血尿跟蛋白的尿 就是診斷說 就有一點點 肾餘腺炎的狀況嘛 抗生素其實吃 滿長一段時間的 可能吃到快兩個月左右 然後後來呢 對 回去我們家的護士 才跟我講說 蔡醫師妳知道妳在 平常看診 在做治療的時候 其實妳一整天 都沒有在上廁所 我說我這種事嗎 她說真的 她說妳從呢 早上妳從12點開始進診所 妳一直到晚上8點 9點的時間呢 其實妳中間都沒有喝水 妳也從來不再上廁所了 我們可能已經上 三次四次了 可是妳一次廁所都沒有上 然後我才警覺說 原來自己的習慣 其實真的滿糟的 而且一忙碌起來 其實很多事情都忘記了 那我想是 其實這不只是只有醫師 滿多上班族 可能都會面臨同樣的狀況 她說出外景 當然有碰到 有 我們出外景 剛剛那個蔡醫師在講的時候 我心裡就一直在想 我們以前出外景的時候 工作人員一直在拍 然後我們就會 開始張羅下一家店 然後幹嘛 然後跟主持人 連接下來的東西 所以是一家接過一家 一家接過一家 所以通常都是 放水的時候就是去買水 然後等到店家的時候 去上廁所 通常是這樣對不對 然後問題是 就是我們都不喝水 我都只喝茶 然後我都一整天下來 就喝茶跟喝咖啡 然後最常遇到的是 譬如說出國之前 或者是正在國外的時候 我晚上所有的工作人員睡覺 我還在房間裡面 躲起來慢慢的配音 配完音再把OS寄回來台灣 我曾經這樣子 真的這樣反覆 大概有半年多 我自己都沒有發現 都不喝水 然後一直到大概大半年之後 有一天早上起來 上廁所發現泡泡很多 越來越濃 但它不會消 完了 第一天沒有消 我想這可能是 前面那個小朋友 上廁所沒有沖 再第二次又沒消 第三天我慌了 我知道好像泡泡 都是尿蛋白的問題對不對 對... 如果你在很短時間 你不消掉的話 你腎上是有問題 對 尿蛋白 好像是尿蛋白過高 所以我嚇到 那個時候我隔了兩天 就掛到門診 趕快去大醫院看 然後醫生幫我一驗 我的尿蛋白指數很高 然後他跟我說 幸好就是這個東西 是還在可以控制的範圍內 然後叫我趕快多喝水 然後問了一下 我說我平常都有在喝 你都喝些什麼 我就說我一進去 就先喝了茶 咖啡 然後一整天就喝茶 那水呢 晚上睡覺前會喝 那個沒有用 他說你喝茶跟咖啡 這種是利尿的食物 他基本上是 你還把水帶走 對... 他講的這個 我整個嚇一跳 水帶走 所以後來我才發現 原來這個是很嚴重的 工作習慣 會造成自己身體的腎臟負擔 不自覺的 是 其實在外勤 有時候大概 一二十分鐘 休息就趕快提醒自己喝水 因為我們中間有時候 錄不是一次 當然有時候一站 站可能四十分鐘 對... 可是絕對不會超過一個小時 因為中間還要停機換袋 換道具 那個時候就要喝水 我現在錄影就是這樣喝水 其實我很多患者都會來問我說 如果我身臟不好 要多吃什麼 很多人喜歡這樣問 其實沒有要多吃什麼 你就是多喝水 像我之前有一個患者 他就大概四十歲的男生這樣子 那他是在那個電池的工廠工作 就是在電池的工廠工作 那他說他二十幾歲的時候 就在那邊工作 他那時候四十歲的時候來看我 他就說他覺得他最近比較容易疲倦 然後他覺得他手腳都腫腫的這樣子 然後我就看他 他不只手腳腫 他連臉都腫腫的 所以看起來就有點異常 我就問他說你以前有沒有什麼疾病 那他就說沒有 他就很得意說我這個 你看我這個健保卡又沒幾次 我身體應該還好這樣子 我說那我就說 那還是幫他檢查一下 結果不得了 他的那個抽血報告 就發現他的腎指數 我們有一個叫 它是2.2 正常我們 正常人大概在1.2以下 所以他整個已經超過快要一倍了 然後那時候其實算起來 他已經是第三期的腎衰竭 腎衰竭 對 然後他已經就是 已經是 他才40幾歲 那我就問他說 40幾歲算年輕 所以我就問他說 你是不是有一些先天的腎臟的疾病 那他說沒有 那我說那你有沒有什麼高血壓 糖尿病這些 他也說沒有 那我就說那怎麼會這樣子 後來疑問才知道說 其實他就是 他可能以前 他說他20幾歲開始在工廠工作 那他說景氣很好 所以每天他就是一直加班 他說他那時候可以 然後回去睡8小時 再來三24小時這樣 對他當然賺很多 年輕的時候想要多賺一點嘛 操勞之後呢 其實這樣子你長期的睡眠不足 很容易頭痛 那他就說他那時候就是都會去 買止痛藥 那止痛藥其實是這樣子 有些止痛藥不上身 但有些會 對 那他吃的那種叫做 非類固醇類的消炎止痛藥 這一種其實滿上身的 尤其你今年每月的吃是很上身的 這個藥其實很常見喔 包含我們女生經痛 或者是一般頭痛 或者一般感冒的時候 都會開到這個藥 對 然後他就這樣吃 那一般來講 就是大概一天吃 我們頂多就是一天最多開4到6顆 然後他說他有時候 頭痛起來了 所以他一天吃到7、8顆 是每天都吃喔 他幾乎每天 因為那一陣子 他就是每天都要 對加班 然後今年每月這樣吃 所以後來其實那個止痛藥會 吃久了會 比較不好去這樣子 對 要越吃越多 會越吃越重 對 那怎麼辦呢 他那時候就 他們隔壁有個密衣 就會幫他打針 他其實打 指痛針 指痛針 也有這種針喔 有 指痛針 醫院也有啦 就是那個密衣幫他打 然後打了幾百塊 我就說難怪你健保槽都沒有用 因為我都看密衣啊 對啊 然後就是 然後因為 然後這種鄉下其實還是很多 就幫他打指痛針 然後會打一些B群 然後他整個有精神 再回去上班 所以他就這樣子 自己高了10幾年 然後把自己的腺臟 就搞壞掉 對 然後包含他其實在電磁工廠工作 那個電磁大概也都有重金屬的問題 所有的藥只有兩種代謝方法 一種肝代謝 對 沒錯 沒有別的方法的嗎 沒有別的代謝的嗎 大概就是肝代謝跟生代謝 可是那種指痛藥 它上面的廣告都會寫 不傷肝 但他們說不傷肝就上肾 上肾 傷肾就不傷肝 那我就沒有辦法選到一個 不傷肾也不傷肝的喔 盡量不要吃 盡量不要吃 而且很多是劑量的問題 對 不傷肝不傷肾 人家講的是那個三天兩頭吃 你在找他吧 不用 因為還是會擔心啊 你真的一直痛 你就去看醫生 是啊 醫生這麼多 就那麼多 你再問下去瓜哥要傷心 對 剛剛那個燕姿提到說 那種常年在用指痛藥 它會慢性症衰竭 但其實指痛藥 不只會造成慢性症衰竭 也可能會造成 急性症衰竭 對 所以我這邊跟大家補充一個案例 它就是我的一個病人 它是一個總經理的女秘書 她的工作壓力非常大 她是不能請假 一天就是24小時待 待命 她就是有剛剛有人提到那個問題 她就是會 就是每個月就固定痛那幾天 所以她本來就有在偶爾吃止痛藥的習慣 那結果她之前來看診 之前那個月 有一個公司的大案子 總經理要跟一個上市的公司簽一個約 那那個簽約的時候 就是非常的忙 結果在簽約的前三天 她要幫經理準備資料 她剛好那個好朋友來 那她就沒辦法 她就只好吃很多止痛藥 結果為什麼呢 因為她後來就是 然後吃東西就一直吐一直吐 然後所以她就跑來看腸胃科 是 那結果我一看 發現她腳非常的腫 然後我就問她說 那你最近這幾天 就是大小號這些狀況是怎麼樣 她就說 好像回想起來 這幾天沒上幾次小號這樣子 我說那這個不對 她想說那你趕快去急診室 你這個噁心嘔吐跟腸胃是 沒有關係 沒什麼關係 那一去急診室一檢查就知道 確定是急性腎衰竭 而且因為她有很嚴重的尿毒症狀 然後她抽血 她的甲離子 也已經相當的高 所以她第一時間在急診室 就被安排了緊急洗腎 然後後來又趕快給她灌水 然後讓她大量的 就是回復她的水分 然後後來她才 慢慢就比較好 像這種狀況就是她 吃止痛藥 然後又像剛剛陳醫師說的 就是熬夜 蒙錯了 那就是 最後就短時間內 一下子就出了一個暴身 暴身 暴身 其實講到腎臟病 其實是營養師們 最怕遇到的 因為她的飲食 分太多個階段 對 其實 當然我要先講這個例子 就是她是一個 40多歲的一個男性 其實她從20多歲 大概大學的時候 有時候打球 肌肉拉傷扭傷 她就會習慣吃痛藥 然後後來其實他們家族有所謂的 痛風的遺傳 所以其實後來她出社會之後 壓力再加上應酬等等 所以其實她 反覆痛風都會發作 所以她就會 就像剛剛陳醫師講 她就是長時間吃這種 肺類固成類的這種止痛藥 然後後來其實她那時候是 腎臟科轉過來 她才40出頭 因為我們的腎臟病 慢性腎臟病 其實它分為五期 五 所謂到第五期就是腎衰竭 就是可能要進入到洗腎 所以其實她就是一樣 就是 她轉過來的時候 其實她已經是第四期 到第五期中間 所以其實 而且她才40出頭而已 但為什麼會說到 腎臟病其實很麻煩 是因為像剛剛陳醫師有講到說 保護腎臟 最重要就是水要喝多 但是當你腎臟已經功能差的時候 其實反而要限水 所以是很麻煩的 然後當你還沒有開始洗腎 但是你腎臟已經進入 第四期 第五期的時候 其實你要限蛋白 很多肉魚 豆蛋 你是不能吃太多 但是你進入到洗腎的時候 你反而要多吃 所以往往就是 所以為什麼我說腎臟這個東西 它的功能太多 所以其實我們盡量要保護好 它的一個功能 因為當它在洗腎前洗腎後 或者是腎臟 我們剛剛講分第五期 不同的期期它的營養 都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很多人都會說 奇怪我洗腎了 為什麼洗到營養不良 因為它的觀念一直停留在 它洗腎前要限制蛋白質 不能吃這些不能吃這些 它不知道說洗腎之後 其實它是可以開放的 所以其實真的 如果你腎臟功能有問題的話 其實真的要跟營養師醫師 做密切的一些溝通 才可以把你的腎臟的一個狀況 或者是洗腎之後 你的營養的狀況keep住 當然如果你營養 免疫力控制得好 其實你是跟正常人一樣的 也不需要太擔心 對 剛剛講的是腎 接下來聊大腸了 大腸過勞吃出病 恐釀大腸洗豆 大腸來早上禮 超多 謝謝 我們現在上班族就疲勞 然後飲食不正常 通常就是有 常見的有五大過勞飲食 第一種就是 重油 重鹹多 重油 再來就是肉類多 肉類多 再來就是你可能 你腸道的壞菌多 還有大家就喜歡熬夜 所以什麼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說 大家工作有時候加班 就是晚飯不定時 像你這樣子的話 飲食不正常 沒有吃到五大類 六大類的營養素 然後時間也不對 久而久之會造成 你的腸胃道就產生 一個過勞的現象 我們所謂的大腸過勞 就是造成你的腸胃道 很容易產生一個 慢性的發炎 那慢性發炎久了以後 你的腸胃道裡面的毒素 就容易透過這個腸的黏膜 進入你的身體裡面 這樣子就會造成很多 身體的一些 奇奇怪怪的疾病 從最常見的一些 不明原因的過敏 甚至到最後免疫系統失調 這些都可以 免疫系統很可怕 對啊 那另外再來 你長期的腸胃道發炎 最後就導致你 腸胃道裡面的這個 血肉比較容易產生 然後也容易得到大腸癌 那像我這邊跟大家 舉一個例子 就是我有一個病人 他是五十幾歲 一個裝潢師傅 他就是人很殺氣這樣子 但是他就是很喜歡 抽菸喝酒 因為在工地 就是反正醃酒不立生 然後他飲食習慣差 他大概跟我說 那他怎麼大號 有的人很奇怪 他天生可能有一些 腸胃系統消耗 他比較 他就是一吃就想上 一吃就想上 所以他沒那個困擾 對 但是他就是說 他就是做工要有開了 他就是只吃肉 然後吃很多澱粉類 他是不吃青菜這樣子 那結果他來的時候就是說 他大便很細 像鉛筆一樣細 像鉛筆一樣細 然後時不時大便會流血 然後他就說 他覺得他這個是痔瘡發作 這次很嚴重 所以要來找我幹嘛 要叫我幫他治療他的痔瘡 那一問就知道這個不對 後來再問一問問發現 他說其實我 好像有時候會 時不時怪怪的不舒服 他就知道這個一定有事 所以就叫他趕快 好說歹說 叫他做大腸鏡 然後騙到最後就跟他說 你這樣不做你的那個 那個可能慾望會有受損 還有 還有 然後他就做了 對 結果做了以後真的 大腸癌第三期 第三期 可是第三期好像還可以治療 沒有 他那個其實蠻嚴重的 第三期很嚴重 因為很嚴重 然後他的大腸已經有阻塞 我們大腸鏡是過不去的 然後結果後來我們又 再進入他做檢查對不對 結果後來發現 他不只第三期 他肝臟也轉移 所以他實際上是 大腸癌還有肝轉移 對 他實際上是 蠻嚴重的 只是說還好他 那個轉移的地方 只侷限在某一小塊 那所以像大腸癌肝轉移 這個是大腸可以開到 他看出來看你是哪裡不舒服 他就大便很細 他以為他自己是自己 看還不是痛 還有血這樣 對 有時候常常會有人 所以他很細 是因為他的就是那個 洞流已經流長很大 他塞住了 像那個水管都阻塞 中間只剩一個小洞 所以他的糞便 經過這個小洞一擠壓 出來都是細細長長 對 還有後來開完刀 還算OK 然後現在就在接受化學治療中 也還算穩定這樣子 我有一個朋友 就是大概 30歲左右很年輕的女生 然後她是在做精品業的銷售 她常常都排晚班 那她就說她就是以前可能飲食 就是比較不正常 因為下班時間都晚了 然後你可以吃的東西 其實很有限 就是什麼炭烤 鹹酥雞 不然就是麻辣的東西之類的 然後就這樣過好幾年 後來有一次她就很緊張跟我講說 我最近那個大便都看到那個有血色 我說妳這樣多久 她說其實有一陣子了 但因為她以前很長期便秘 所以她一開始以為是痔瘡 但後來就是上網查一下 發現好像跟痔瘡那種 血便的感覺又不太一樣 然後那陣子就是剛好要結婚 壓力又比較大 我就說那妳乾脆就是健康檢查 然後我順便去做那個糞便前寫 然後再做個大腸鏡 就做完一發 就發現她那個大腸的腸道裡面 其實大概有差不多快 還有大部分 對 還有大部分都良性 可是就有一個很不巧 是那種就是 腺瘤 腺瘤它其實是一種類似 癌症前期 就是說妳這個如果不處理它的話 未來幾年之內 就會變成癌症 對 它變成癌化機率會非常高 那後來就是把它這些都清掉 醫師就跟她講說 之後可能飲食習慣要 改變 然後可能就是三年 然後再回去做一個複檢這樣子 後來她就把工作辭掉 她就說她寧可要命 也不想要再繼續上班 因為實在是沒有辦法 我們節目講得那麼多 這幾年在講這種燒烤很容易 這個可能還沒開這個節目 資訊都已經在國外就講說 燒烤的東西不好 對 可是台灣燒烤 從一店開到七店的 它有24小時的 24小時的 就開喔 就一直開 麻辣鍋也是 麻辣鍋也從麻辣某某店 從一店開到八店 對 都沒有變成癌 所以我們在講這個 有什麼用呢 就吃吧 吃 吃 對 可是因為我覺得 就是作息這件事情 有時候對我們來講 真的是比較難一點 像有時候拍戲 就很難去管到作息 因為它早上晚上 就是會日夜顛倒 然後講到吃這種東西 有時候你又會克制不了 像習慣 我很喜歡吃辣 一開始吃辣 你就會從小辣中到 不知道大辣到 就是魔鬼等級 超級辣 對 然後久了之後 它就已經沒有知覺了 你就一直覺得說 不夠辣還是要加 還是要加你就越吃越辣 然後再來我覺得女生 更難察覺到就是 大腸這些有沒有的病狀 是因為我第一次就是發現說 有血便的時候 是我上完廁所之後 我想說 那當下第一個反應想說 應該是生理期 因為女生常常的生理期 都比較不準 然後我就想說 電衛生棉好了 然後可是當我第二次 上廁所的時候 發現奇怪 那衛生棉上面 又沒有任何的鞋子 對 那我後來有一次 就是要上廁所的時候 你就大出來 然後你就很用力在大的時候 你就發現你的便便上面 其實它的你的所謂 它不是說在大便的本 旁邊有一攤血 對 它是跟著一起的 然後我才想說 這個是血便嗎 我就想說 可能你在太用力 要把那個硬硬的大便 擠出來的時候 把它弄破了 對 然後再來 再有的時候 我就想說 天啊 我該不會得痔瘡吧 因為以前都常笑別人 是不是 然後 我就上網查 它痔瘡是會坐立難安的 其實是你坐著也會痛 沒有…有一種內痔好像不會痛 內痔也會一點點 對 可是我這樣子是真的 都沒有感覺不會痛的 我想我應該不是痔瘡 然後再來 我意識到好像該檢查是 我上完廁所的時候怎麼 又有血 可是我這一次是沒有 就是我沒有大便的狀態 但那個血是你壓你的屁屁 你壓的時候 它的血是從屁屁裡面來的 所以就是你沒有在大便也流血 對 就是入口就是也流血了 然後我才想說 是不是應該檢查 我才覺得應該 然後我才去照那個 大腸鏡跟胃鏡 他說一起照 然後照完之後 他才說 然後他過程裡面 是直接把我切除了 可是他一直叮叮我說 但是你 他覺得這個不是那麼簡單 所以你一定要定期的來照 才會知道事後的狀況 以及它會不會怎麼樣 到底 我那個當下聽到 還要定期的來 我就覺得好像很麻煩 然後當下 他已經切除了 我想說反正你切掉了 他應該也就不會再來了 沒有 這個是錯誤的觀念 我從這邊剛好跟大家理清一下 像你會長大腸息肉 表示你的生活的習慣 飲食的習慣一定是讓你的 大腸的黏膜過勞出了很大的狀況 什麼狀況 我們的大腸會長息肉 簡單說就是你的 細胞的那些DNA的基因 有累積很多突變 從你正常的大腸黏膜 到會長息肉 要累積15 20個突變 才會產生大腸息肉 那就像一個門檻 你一旦跨過這個門檻 就表示你的體質已經是 會生長息肉的體質 那個體質是回不去的 回不去的 回不去 回不去 所以你自己就切除了耶 現在把你的息肉拿掉了對不對 等於是結案 你以後還會再長 所以你一旦有大腸的息肉 而且假如醫師跟你說 你的息肉切下來是腺瘤 腺瘤也就是大腸腺癌的前身 你假如有腺瘤的體質 你一定要定期的做大腸鏡的追蹤 這很重要 因為很多民眾可能不瞭解這個 一般像你有一到兩顆息肉 根據美國的AGA的這個治療指 你就建議三年內 一定要再做第二次大腸鏡 其實因為現在的人 就是真的是飲食習慣比較不正常 所以真的很容易有這種大腸息肉的問題 我們看到越來越年輕話 像我之前也是一個案例 然後大概二十幾歲的就是大學生 加南大生 二十幾歲而已 然後其實瓜哥剛剛有講到說 我們能不能就是吃燒烤這些 其實我覺得吃還是可以吃 可是是頻率的問題 我剛剛那個南大生 他就是飲食非常不正常 其實大學生 你叫他飲食多正常也不太可能 所以他也是很喜歡吃這種燒烤鹹酥劑 剛剛我們講的他都好喜歡吃 可是他那時候來給我看的時候 他是給我看胃痛 然後他說他胃痛滿久了 然後不舒服 那他說因為治療了一陣子 我就說那我建議你做個胃鏡 那他媽媽在旁邊 媽媽在旁邊就說什麼 他飲食非常不正常 反正你都要麻醉了 不然大腸鏡也做一 對 然後這個男生不要 男大生就說我不要 才不想要被 就是因為大腸鏡像什麼鋼很進去 他就說他不想 他會害羞什麼的 然後但是媽媽很堅持 還好媽媽很堅持 後來做出來之後 那個大腸鏡它裡面也是有五顆喜悠 喜悠就算了 它裡面有一顆是 那這個其實就是說 我們喜悠切出來之後 一定要化驗 化驗之後 根據你化驗型態的不同 你追蹤的那個年限是不同的 像這種絨毛狀線流 我那時候建議它 三個月到半年 最好還是再回來再照一次 因為這種絨毛狀的線流 其實癌化的幾率是很高的 它變半年就要回來一次 對 像這一種 所以它比管狀線流更危險嗎 更危險 對 它比管狀線流更危險 我們線流就分三大種 對 一種最簡單的就是管狀線流 有一種混合型叫管狀絨毛瘤 第三種就最不好的就是 絨毛瘤 絨毛瘤它是癌前病變 是比較 癌化的機會比較高 所以的確是要 比較短的時間追蹤 所以劉師說是 剛剛是最頂級的 對 所以這個男大生 其實自己也嚇到了 後來就不敢了 就是飲食習慣 習慣真的是可以調整的 我之前碰到一個 四十幾歲的女業務 她是賣汽車的 不過她是關注業務 對 然後她家有兩個小孩 她先生因為工作不穩定 所以其實都是她在衝刺試驗 那她可以排比較前面一點 對 然後她 因為她就是 她是長年的盤踢銷銷售冠軍 然後她真的是 一年365天都在服務客戶 一天工作十幾個鐘頭 她以前都覺得都不會累 可是她後來就是年紀大 到四十幾歲的時候 她就發現就是比較容易累了 後來她就發現說 怎麼最近 就在半年來 她就很容易 就很容易拉肚子 有時候又肚子會腳痛 有時候又會連續便秘講好幾天 大便又搭不出來 她一開始以為說 是自己吃錯東西 那吃錯東西 好 她也先調整一次 我先清淡一下飲食好了 結果還是沒有改變 然後她便秘的時候 趕快又要再去吃了一些軟便藥 吃完之後又狂拉個好幾天 所以她覺得還是不堪其 後來她來我門診之後 我就跟她排了 因為我也怕說 會不會是癌症方面的問題 就跟她 大便的潛血跟她驗過 大腸鏡 胃鏡都跟她做過了 全部都正常 就是找不到原因 通常這種找不到原因的話 通常我們都會下一個診斷 叫做 簡稱為長照症 這種長照症 其實她發生的原因 到現在還不明 它只是個功能性的問題 它大部分都是跟 尤其是生活作息不正常的人 後來我就跟她診斷說 這應該是個長照症的問題 其實長照症的話 大部分我們還是要先從 她的生活飲食習慣來調整 可是她要養家 所以她沒辦法 藥物先給她治療 其實她吃了藥之後 又比較緩解一點 然後緩解一點之後 後來我記得那時候 過個年之後 她就跟我說 年終獎金領得還不錯 她決定要放自己 一個月的假 很棒 對 把個案子 先分給她的學弟妹去服務 你看那個很多那個 賣房子冠軍的有沒有 比彩帶 比彩帶 要不然就是銷售員冠軍的 那種壓力都一定很大的 就跟學校考試第一名的 那種壓力很大 每一年都要繳足 你看那個人的臉色 一定是血腸癌的 就是基本上她壓力已經壓 自己壓住了 對啊 不是靠藥物的問題 心裡沒辦法調整 你壓力就這樣 藥物也只能緩解她的一些症狀而已 對 其實我們剛才在講這種 腸胃道的一些疾病 好像都覺得是四五十歲以上的 但是其實我這個案例 她是 高中生 對 高中一個女生 16歲 她也是一開始就是排便就是 她本來就是長期就便秘 然後排便其實就不順 然後最近排便就覺得代血 其實像小田剛剛講的 她一開始以為是自己月經來 然後去檢查發現是 那後來就是看了她飲食之後 大家都知道其實 學校外面賣的這些小吃 不是炸雞排 雞排 就是什麼車輪餅 對 不然就是鹹酥雞 然後她是 她學校附近是有什麼 麻辣炭 對 煮味攤 對 她可能補習 就下個課之後 去補習之前 她就靠這些東西 就是已經連續吃了可能 因為她高二嘛 大概已經吃了一兩年都是這樣 所以其實 而且她其實除了下課之後是吃 她平常其實不太吃任何的蔬菜水果 然後再加上她也 她很奇怪 她連米飯她都不太吃 所以你會發現她的食物幾乎都是蛋白質 而且都是 所以導致 可能再加上自己家族有一些遺傳 所以導致她16歲 就被確診有結腸癌 其實年紀是很輕的 所以這有沒有可能也是體質 當然有可能 對 但是其實還是要跟大家講 就是一般我們現代人 其實動物性的食物普遍 真的吃太多 吃太多 對 肉 魚 然後蛋 牛奶 其實都是屬於動物性的 吃真的吃太多 尤其是紅肉 加工的肉製品 其實真的要少吃 這個是已經確定是 對我們的大腸室有致癌的一個客 你在講 其實台北 全地方都很流行自助餐的 你看進去什麼都有 山珍海會 什麼披薩烤的牛排 其實瓜哥講到自助餐 我覺得是對外食來講 是一個很推薦的一個選擇 也就是因為它 它有魚 它有豆腐 對 它有雞肉 有豬肉 沙拉 青菜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對於如果你真的 不知道吃什麼 我覺得自助餐的選擇就最多 而且它的蔬菜種類也很多 很多 還有水果 對 而至於說 其實像剛才張醫師有講到說 五大過勞 就是大腸過勞的飲食 其中就包括消夜 那如果像我們 有時候工作真的比較晚 真的比較累 要吃消夜怎麼辦 今天推薦給大家一個 叫做豆漿豆花 豆漿豆花 對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講到說 其實現代人 其實動物性的食物普遍吃太多 會希望大家一天三餐 至少要有一餐 是吃植物性的蛋白質 那上面這一點一點 這個是 藜麥 我現在主辦都有加藜麥 藜麥就是很好的澱粉 然後豆漿跟豆花 就是優質的蛋白質 然後瓜生就是好的油 所以你看這一碗 消夜它該有的都用了 而至於說如果你真的 想要開始調整一下自己的 誰消夜會吃這種東西 不然你把它加熱 加熱的話 像現在天氣冷加熱的話 熱豆花其實也是蠻不錯的 買一鍋麻辣鍋跟熱牛 麻辣鍋 麻辣鍋 如果這個甜一點 我有可能會選 沒有 你就可以買這種 含糖的豆漿 對 而至於說我要推薦大家 如果你真的想要增加 自己植物性的蛋白質 就五種選擇是 可以稍微頻率高一點 一個就是豆漿 一個就是豆花 一個就是 生豆皮 就是沒有炸過的豆皮 對 沒有炸過的豆皮 一個就是一般的 板豆腐或盒裝豆腐 然後一個就是豆肝 除了這五種以外的豆製品 包括我剛剛講的炸豆皮炸豆包 麵腸 麵丸等等 其實這都是過度加工 不要覺得自己吃 都是吃素 都沒有吃 如果你這些過度加工 豆製品吃太多 其實對於我們的腸道 還是一個負擔 我以前超喜歡吃炸豆皮 對 我也喜歡 還有油膠 你看都好 你看那個火鍋裡面 全部是加工的丸子 對 全部都是 百葉豆腐 凍豆腐 對 凍豆腐 超好吃的 冰菜 蒜 牛肉 這種雞圓形的 爺爺的豬肉 這個當蝦肉真的沒有什麼幫助 或是當那個小孩子 下午茶的點心 對 那點心可以 是啊 不是 我純粹是現在嘴巴殘 空污造成過勞機 毛孔粗大 黑頭粉刺 異味性皮膚炎 通通來 空氣未來真的是非常嚴重 因為像我自己在中部 我們那個中部 像我今天來就是 又是回眸的一片 那個每次在高鐵最清楚 你的高鐵在台中 那一下一看 陸廳也有點像 蒙的 對 都是蒙的 看不太到對面的大樓 看不太到 我之前有一個同事 他是從小 然後他就有那個 異味性的皮膚炎這樣子 然後他 可是他異味性皮膚炎 因為他過敏兒 其實他從小就知道說 他大家對哪些東西過敏 所以他其實都會 就是比較控制 然後他就避免接觸這些過敏兒 所以他說他在台灣的時候 其實他覺得還OK 然後為什麼他最近 會跟我聯絡呢 是因為他最近到北京 喔 那個 麥海 天啊 對 他們的麥海也是 也是蠻厲害的 他說就送給我一張照片 他就是他手的照片 那個最近被他抓到 就是整個那個 有點流湯流水 其實蠻嚴重的 我知道 他就說他異味性皮膚炎 發起來好難過這樣子 那因為我剛好就是 下一個禮拜 也是要去北京出餐 要請我幫他帶一些藥膏去這樣子 那我說OK 然後到了那邊的時候 我就說 你怎麼會弄成這樣 他就說他一到北京去 然後他就說他就開始癢 那癢 他本來以為說 會不會是鋁管不乾淨 可能有些什麼戒窗 還是什麼的 但後來發現不是 是他異味性皮膚炎又犯了 然後對 那他其實也沒有 是什麼特別的東西 也沒有接觸到什麼 所以那時候就是推測 我就說可能是 真的是空氣污染的關係 造成就是他這個 異味性皮膚炎又發作 其實我們在空汙的時候 比較厲害 子暴的時候 就這種過敏兒 他過敏的機率就會升高 那時候就建議他 可能出門的時候 盡量在埋害嚴重的時候 不要出門 那出門的時候 最好是把自己包緊一點 是會比較好 大家聽到這麼多身體過勞的一些警訊 千萬別等身體抗疫才發覺 要提早發現警訊 隨時注意身體的狀況 再來大家身體才會擁保健康 謝謝大家 大家都知道 肝病是台灣的國病 但是你知道在台灣哪種肝病最多嗎 答案是脂肪肝 根據統計 每三個台灣人 就有一位是脂肪肝的患者 脂肪肝是可以逆轉的 要改善脂肪肝 要先從減重做期 透過運動和飲食 控制體重下降5% 就能有效減少肝脂肪的堆積 假如你的脂肪肝 已經讓肝脂素異常發炎 根據西方研究 一天800單位的維他命E 可以用來治療脂肪肝發炎 考量國人的體型較西方人膠小 我建議您從一天400單位開始吃 提醒您 維生素E是脂溶性維生素 要飯後服用才能有效吸收 幫助你對抗脂肪肝 你知道你喝的水夠多嗎 我們的身體60%是由水分所構成 所以我們平常必須要多喝水 才能夠維持我們新陳代謝機能的正常運作 電解磁級微量元素 在這當中就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們可以適時的利用礦泉水來補充 水分 電解磁以及微量元素 我們每天的基本的飲水量 必須要在1500到2000cc之間 白天喝掉80% 晚上喝20% 要想要愛美 保養 就要從多喝水開始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